一株自己牵插快两岁的Olivia 这颗Olivia是2020年6月中旬以后牵插的 长根后一直盆栽 并且在车库里安全度过了两个冬季 包括2021年这个几十年一日的寒冬 现在它委屈在苗铺里这种红色的房盆子里 我们多伦多地区是属于奈寒五区的 五区的冬季最能可以达到-30摄氏度左右 而且冬季长达半年之久 酷寒的天气会给月季造成冻死冻伤 因此我养成给自己喜欢的品种 进行一个牵插备份的习惯 有人说这就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 由于气候寒冷 我们这边牵插苗苗期的管理时间相对就会变长 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行 这颗Olivia快两岁了 枝条已经很粗壮了 叶片大也很健康 今年春天它是花园里最早开花的品种之一 另外一个是切花朱莉叶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母猪 现在也开始开花了 母猪我也是种在盆子里的 因为当初购买的时候官网推荐 Olivia是最适合盆栽的品种 Olivia是David Austin在2014年育成 2016年在北美这边推出 并被Austin老爷爷称赞她是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作品 并以她最心爱的孙女Olivia Ruth Austin的名字命名 可见是多么喜欢和推荐这个品种 Olivia猪形紧凑 开花枝短 所以也被官网立为最适合盆栽的月季之一 地灾就更不用说了 由于她对病虫害的抗性很强 日常管理要轻松很多 加上多头开花 又情花又香 少女粉的颜色娇嫩 打动了多少人温柔浪漫的情怀 所以上市以来深受月季好者们的好评 当然我也毫不犹豫地收了一课 现在母猪满头花苞 加上这一株千叉苗也长大了 非常的健康 一株变成两株 特别有成就感 好啦 今天的千叉苗Olivia就介绍到这里 我是妹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